为了让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业者可以深入了解相关法令 台东县环保局4月19号上午要在消防局五楼大礼堂 举办水污染法规政策宣导说明会 到时候会邀请到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 希望可以借由说明会的方式 辅导告知业者常见被污水处理缺失还有应注意的事项 为了让水污染防治法列管的业者能够深入了解相关法令 唐县环保局将针对县内列管的事业单位 在4月19号上午9点半到12点 在台东县消防局五楼大礼堂办理水污染法规政策宣导说明会 这次的法规说明会主题分为事业现场查核 及异常分析查核常见缺失说明 以及许可申请常见缺失说明 活动需要透过网络线上报名 截日起到4月18号的5点受理报名 额满为止 活动限额80名 全程免费 而环保局说明 这次邀请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 希望借由说明会的方式 辅导告知业者常见的废污水处理缺失 以及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让业者能够自我检视并加以改善 借此提升废水处理设备的处理效率 而另外也呼吁民众 如果发现不法废水排放可以利用免付费公害报案专线 一同维护河川的环境品质 借陈恩如台东市报道